又过了几年 苏氏被贬到了广东惠州 二人的这个书信往来又频繁起来 这陈继长啊 就想到广东惠州去看望苏氏 苏氏就在信中就劝他不要来 说你不要来 也不要派人来 我这一切都好 甚至苏氏在信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彼此虚然如己 莫作儿女太也 意思是 咱们都是胡子拉叉的男爷们 别像女人那样的缠绵 这话听起来就不好听了 但正是因为二人之间情感的珍惜 所以苏氏的说话就如此的直率 苏氏对陈继长说话不但直率 而且还曾经调侃这个陈继长 比如苏氏呢 在诗中有这样一句 苏氏说龙秋居士亦可怜 谈空说有夜不眠 呼吻河东狮子吼 主张落手心茫然 这龙秋居士就是陈继长 陈继长喜欢参禅悟道 有一回跟这苏氏呢 脸儿就谈有谈无啊 谈得彻夜不眠 突然听见他老婆一声吼啊 这陈继长手中的拐杖落地 不知如何是好 这陈继长的老婆姓柳 这俊望呢 在河东郡 就是现在的黄河东岸 山西西南部这一带 所以人称柳河东 这狮子一吼百寿皆惊啊 所以苏氏就开玩笑地称 陈继长的老婆为河东狮侯 从此啊 河东狮侯就是家有汉妇的代名词 而陈继长呢 就成了剧内的典型 那么这个生活细节 一定是苏氏 在陈继长家住的时候 亲眼所见 可是这些生活细节 近乎于生活中的隐私 你作为朋友 把这种细节写在诗中 就有些不厚道了 但这又正是苏氏和陈继长之间 有益的这种表现